為何要踩到紅線呢?請問 動不動就紅線 看來你好像在看MyRadio的節目 對,我看育敏踩場 不過我也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沒甚麼看 那倒不會 直播和重溫環球全地球都會看 那就很好 很棒,不過有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上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到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本土最前線 那這星期繼續我們倆 那星期三就將你同學配了 那,很累了吧 不是,我想問我穿淺色衣服 好像不是很好 淺色衣服,你的身體開始有一點反光 不是很好,下次可以穿淺色衣服 走不掉了 第一件事大家猜不猜一定要改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交月費 因為游到月尾了 我游到月尾了 希望大家大概那一句 大家說了二百萬次 就是,沒錯,你們是可以不課金給我們的 但是這個台登入火納也要錢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覺得適合也好 或者我們兩個不適合 本土最前線 或者辱吻其他主持人適合的話 就希望加加月費支持台的營運 是的,這樣了 今天禮拜真正要說的話 就一定是新移民 最近都查得很厲害了 因為自從醫療那一宗之後 是的,因為隨著 大家都知道 春天多數歷來都是流感爆發的高峰期 渣戀患汗時後就最難張識了 病菌就不斷滋生 很多人都會著涼也好 怎樣都會病 醫療系統爆波 導致有醫生走出來說 其實新移民對於醫療系統的負擔很大 隨即就引起一大堆 特別是左膠衝出來 左膠,連社協,連香港特區政府那些狗冠 就出來說你們歧視新移民 blablabla 走出來說是新移民護航 說到你們歧視新移民 並不是香港的醫療系統 隨即除了新移民之外 拉回其他討論 又說回房屋問題 一直都是 一個政府永遠都是三大服務最重要 就是房屋、醫療、教育 這三大所謂的供應服務 其實衛院都是最重要的 很明顯就是新移民這個問題 一次過令到香港的教育問題 醫療問題和 居育問題都是出現問題的 但是你永遠說這些東西 就是會有一群左膠 和港共政府一起出來夾口 就說不關新移民的事 是你們歧視他 新移民都是人 小數而已 哪有關係呢 兩大康吊 要是說新移民是少數 你們就罵了一個大問題 on一些少數的人 譬如香港七百萬人 新移民是二十多萬人 你怎能說新移民拖垮了香港整體的醫療 或者屌你老美香港的房屋問題 這麼多單位 怎會因為這麼少新移民而拖垮呢 根本不切實際的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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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大論調 第二就是歧視了 第二就是歧視了 是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個負擔 不能否認 新移民都要看醫生 但是你香港人可以看醫生 你中國人就不給看醫生 你是歧視了 有什麼理由只有你香港人可以看醫生呢 有什麼理由中國人沒有權看醫生呢 這兩大論調都很為之上見 基本上也是 也有第三大 第三大也是左膠最喜歡說的論調 就是說 是 新移民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但是沒有確實的數字 也不是的 沒有確實的數字是bullshit 是那些九一辯論 詭辯技巧 他就說 沒錯 香港的醫療系統是很受壓力的 新移民的人口 也是為香港醫療系統 是大了壓力的 但是香港真正的問題解決的根源 是政策 對啦 就是政策 就不是說新移民那裏 新移民都是無辜的 新移民都是受壓迫的 他們都不想的 真正解決醫療問題 就不是說不讓新移民來港 而是應該改善醫療服務 亦都是相同的論調 到房屋那裏就說 不是說香港的新移民 搶了香港的居屋 或者公屋 而是香港政府蓋不夠 蓋不夠房屋 那為什麼香港政府蓋不夠公屋 背後就是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 其實基本上都是資本主義 但是資本家壓迫 那些左傢伙最喜歡說 就是什麼時候說到尾 是浪費氣的 世界上所有問題 全部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是吧 安不出市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OK 去醫院沒有位置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沒有房屋住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讀書讀得不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OK 新移民來到香港 就是學不懂廣東話 也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什麼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為什麼香港會被中國文化侵略 因為都是資本主義的 是吧 都是資本主義的 因為中國有錢 中國有錢 然後他就搞經濟侵略 然後他就在香港 因為錢就有道 那你就學普通話 那你就自願 你不是因為中國政治上侵略你 而是因為你要迎合那些資本家 你要迎合那些中國的資本家 所以也都是最後 也是你是因為資本主義而賣港 就不是因為這個政治壓力 OK 所以最後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什麼懶惰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萬國之首是資本主義 是啊 其實你不需要讀 基本上社會學九成的東西 就執拆了它 經濟學執拆了它 社會學執拆了它 政治學執拆了它 無法解釋 這些東西不用研究 不需要提出政策解決的 不需要面對社會的問題 因為什麼懶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OK 那只需要將資本主義推倒 OK 然後建立了一個共產社會 就什麼都好了 那你就能看到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是沒有房屋問題的 也沒有醫療問題 也沒有教育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提出這些問題的人 都已經消失了 消失了 委內瑞拉在長年的共產主義 劫獄當中 通脹就不斷飛升 馬道羅 最近也都是爆發政變 馬道羅政權何去何從 究竟 這個委內瑞拉 未來共產主義的極權體制 是不是會維繫下去呢 相信現在主流意見 都認為馬道羅的政權 就維持不了了 因為歐洲那邊 歐美 基本上都是 endorse了新的政變政權 所以這個共產主義政權倒台的基督 都很大 那你說得太遠了 回來就是 就算 我很認真阻礙這件事 就算我當所有東西 真的屌你老米 我不會跟你爭辯 我當你說得對 就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真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那是不是不用解決那些東西呢 是不是你一句資本主義 惡者就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那所有東西都不需要他處理 是不是這樣呢 就是不就是 等於屌你老米 就是你看醫生 就是最近說醫療問題 你去看醫生 那你去看醫生 檢查完身體檢查 那醫生跟他說 先生你 很遺憾告訴你 你有肝癌 那你說 啊 怎會我有肝癌 先生你 喝酒過多了 你每天都劈幾烈 覆蓋 沒有肝癌 都很難的 那醫生 我有什麼可以做到 沒有啊 你只是 資本主義的問題 不是 都是喝酒的問題 那你都是喝酒的問題 我相信你喝少一點酒 就不會出現到這個問題 但是醫生我已經有肝癌 現在要怎樣治 如果你所有病人都不喝酒的話 相信肝癌的食癌 發病率還要低很多 不是啊醫生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應該喝酒 但我已經喝完了 我已經有癌症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現在怎樣治癌呢 你快點死 都是喝酒的問題 那你真是浪費 你什麼都沒有說 那核心問題就是 我當你真是資本主義錯 因為你現在是推倒不了資本主義的嘛 你看到人類也是陳漢濫調 你從馬克思批判完資本主義到現在 人類跑了百多年 有沒有真的找到一個資本主義的態度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共產主義是走不通的 這個世界上就算是最貓的改善方式 也不是廢除資本主義的 所謂的北歐模式 北歐福利主義模式 底部都是資本主義的社場 不過它是一個叫做修改了 因為叫做Modify的版本 所以關於究竟就是 我知道 我當你對 是資本主義錯 那現在要怎樣修改的問題 你又沒有辦法推倒資本市場 那你要怎樣解決的問題 說這麼多廢話 那現在就是 因為我當作是資本主義錯也好 你是推不倒市場 也是沒有辦法改變香港現在的政府 是很大程度的由紅色資本 去控制的局面 那你就要在其他動的位置著手 去想怎樣干涉的問題嘛 which is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人口收得太多 所以就令到爆煲 是吧 只要你到底說廢話是人都懂的 這些這麼廉價的批判 誰人都懂的 你甚至不需要讀書 你只需要資本論都不用看 這個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都不用看 你什麼都不用看 你只學了一句就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千錯賣錯是資本主義的錯 但這個對於現實 是不會有任何改善的 所以你這幫死左膠是受學識的 你不斷罵這個資本主義是沒有用的 你要學會由現實的角度去解決問題 即是說起死左膠去一去圖 那麼快來開火 說起死左膠 即是就吵你魯魯道陣豪 我們可以看看大螢幕 現在有一個Facebook的截圖 Danny C.H. Toe 何方神聖呢 就是我沒有記錯 他是一些社民連的創黨人物 知名終極你魯魯魯魯魯魯魯死左膠 叫做Danny C.H. Toe 就是道陣豪 今天出了Status 眾所周知 都不是眾所周知的 梁天琦由於暴動案重審 所以今天就是上庭自變 梁天琦今天自變當中 有一段Code都挺令人感動的 也是登上了各大報紙 包括蘋果、立場、文部 他那句就是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 就扎根在這裡 他提到他雖然是一歲才來到香港 在武漢道移民到香港 但是由於他身於思想而思 也是受到在香港整個環境文化當中成長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 扎根在這裡 也是後來對香港本土運動 或者民主運動上的奉獻 或者叫獻身 歸根究底 都是在他中學時學到所謂民主的概念 文字民有文響的概念 令到他開始覺得 他是時候要投上關心時政 然後就開始7、1、6、4、bl… 所以這一段的Code 是相當感人的 也是各大報紙有Code出來的 但是呢 有什麼賤總死了 加到道振豪呢 就CAP了一張圖 大陸移民都是香港人 OK 他就說 大陸移民都是香港人 支持梁天琦 那你Code線 他擺明就不肯是支持梁天琦的 擺明就趁機抽這宗移民水 是啦 他擺明就是曲線的 總之就是說 即是你們本土派的雙重標準 梁天琦有新移民 即是現在你們在罵的那些有新移民 根本就是新移民都可以很有貢獻 你們本土派的領袖都是新移民來的 你們有什麼資格調查新移民呢 即是根本就是一個這樣的曲線 就是這樣屈兇你 那我們可以去問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更懶無恥 就是留言懶 OK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懶惹人來的 屌你老米 懶惹風趣的去問 噢 那梁天琦有沒有令到公共醫療系統 百上加根啊 這樣 那杜振豪就被一嘻嘻笑 覺得好笑 這個洪琦就更好笑 不知道 但很肯定 就搶了 洪琦是不甩飲水來的 不甩知誰 她說 不知道 但很肯定 搶了香港最高學府的學籍 那杜振豪又接著說了 她說 抗癌 鬥士奉 敬恩 亦都不是香港出生 恐怕患病的時候用了很多醫療資源 不過不知道新加坡出生會否比較高級 需要另作別論 你看到這三個傢伙 當作自己很傢伙有趣 在那裡抽水 首先你必須要釐清一個概念 說回頭 梁天琦不在香港出生 是武漢出生 由當年她參選的時候 已經被你的死了包 挖了出來說一次 當年已經反駁到口水都過了 我記得我在這裡 我在MyRadio都挖了很多次 這群人是無謂賤格到不得了 你駁斥完後她都會再彈出來 你必須要釐出一個觀點 就是首先 什麼叫移民呢 什麼叫移民 什麼叫殖民呢 移民這件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 你必須要融入當地的文化和社會 然後你作為當地文化社會的一份子 去貢獻當地社會的人 你才能夠叫移民 你才能夠移入這個社會 你是融合進這個社會 你才能夠移民成為當地人 如果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不肯融入當地的文化和社會 而你是不斷去破壞 去改造當地的文化社會 去令到當地的文化社會要遷就回你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來到香港 你不是努力成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你去到澳門 你不是努力成為一個澳門人 而是興建那些什麼China Town 或者要香港人說普通話 寫簡體字遷就你 這些就不能叫做移民 這些叫殖民 你甚至因為政治上的形勢 你享用一些高於當地人的特權 你佔用當地人的資源 而拒絕為當地作出貢獻 這些就是八分之八的殖民 他們會覺得如果我已經有上班 我都是叫做經濟貢獻 有一次跟我爸爸吃飯 講開移民 然後他就說 新移民的幫忙洗碗 都是促進經濟的 你不可以這樣 他都這樣跟我說 他有工作呢 對不起 這是minium 就是minium requirement 因為你在香港 你在領取香港的福利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所貢獻 你不明白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地區 你老闆 而香港是一個島 是甚麼政府都沒有 OK 就是你不能夠由他人身上 獲到任何好處 你不會享受當地的警察服務 你不會享受當地的醫院服務 你甚麼都沒有受 那你就是沒有欠人任何東西 是不是 因為根本就沒有政府 甚麼的公共服務都沒有 而你來到香港 你是甚麼公共服務都有 就是一個很能發達的地方 而除了經濟上的貢獻之外 你文化上的融入是至為之重要的 所以就是說 為甚麼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左家很喜歡說 這個又是新移民 馮敬恩又是新移民 梁天琦又是新移民 李嘉誠又是新移民 李嘉誠又是新移民 李嘉誠 阿嘉誠 現在呢 阿嘉誠哥呢 他廣東話都說不正 他講英文都還是Alita 李嘉誠 李嘉誠你過來 李嘉誠 李嘉誠我已經把我的生意 交給我的大兒子打烈 李嘉誠我都很欣賞他 他做任何事我都會支持他 你又在那裡扮了誠哥 他們現在都是這樣說 誠哥的口音還是不正的 其實追溯回你和我 如果以血統來的 其實我們都是中國人而已 他説你歧視你不是中國血統 人人都是中國血統 他説誠哥廣東話說得準嗎 他説你老妹梁天琦香港出生嗎 但問題是你究竟有沒有融入香港 而且為香港打拼 為香港貢獻 我不是要你一個人救了香港 不是要你做Superman 至少你真是努力融入香港 努力作為香港一份子生活 你會做這件事呢 當年 我覺得這個論點不是我自己原創的 如果我上網見到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為何說 香港有所謂新移民 為何會加上新字 其實香港全領域當然是移民 香港不是全領域 新界為頭老 那你就原居民 但香港是一個移民都市 很多人都是移民 佐嘉誠經常說 你們都是移民來的 為何你們要歧視新移民 你自己都是移民的 或者移民的後代 但問題就是 當年特別是97年之前的移民 是為了逃避 中國的政治壓力 中國的政治迫害 有很多人在家裡是 叫做小地主階級 或者小資本階級 是被中國政府 中共清算 鬥地主 而逼著政治走爛下來 也有國民黨人 有國民黨人 有國民黨的支持者 有地主有小資本階級 有知識分子 譬如錢穆先生 而這群人就是為了藍逃避難 他不是下來拿好處的 香港當年有什麼好處拿呢 沒有福利 英國政府後來搞福利 搞公屋 搞醫療 是因為六七暴動之下 是六七暴動之下 是很後期的七十年代後的事 這群人 特別是中共見過前後 湧下來香港的移民潮 他們不是下來舔著數的 他們只是徒命下來 他們逃完命之後 還要辛辛苦苦穩食 啊 村家花 就是後期一點 村家花 因為你們又這麼喜歡說 嘍你老美資本主義壓迫 他們就下來香港 受到港政府的資本主義壓迫 成功都是村家花起家的 就是受到洋行的資本主義壓迫 但他們的勞動成果 就是一點一滴匯聚了今天的香港 你沒有當年 這群香港移民的打拼 你老美怎麼又有今天香港 當年沒有人 你問一下善哥 善哥六年沒有公屋生錢的 善哥六年 都是有出格法的 沒有醫院的 沒有免費醫院看的 沒有免費百五元 沒有百五元醫院看的 沒有免費公書教學 是吧 他也沒有社協幫他 沒有民主黨 沒有民協幫他 沒有人幫的 是下來打拼的 這群人 這樣南逃來港 白手興家 也慢慢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營造了香港人的主題意識 慢慢就是每一個人下來 很努力學廣東話的多年 多年不懂得說廣東話 都會被人笑港產的 就算好像善哥那樣 說廣東話又有口音 他也是他努力說的 他不會說 學不懂我不說 我又說回普通話 不會的 當年就是大家很努力 融入香港這個社會 給你看看今天 你的新移民 那些黃童 那些北區的中國人 那些年輕人 廣東話很難 我還是說回普通話 全部不懂得說廣東話 上課說普通話 下課說普通話 放學說普通話 回家對著老爸媽當然說普通話 當年老爸媽的廣東話說得不好 推兒子要學好廣東話 要學得正正的 如果不是被人歧視 是這樣跟兒子說 如果你學廣東話不正 你會被人歧視 大陸躲 被人說大陸躲 現在不是的 說普通話是自豪的 是嗎 就是你們說普通話 就是這個早前有單新聞 就說 屌你老媽 如果在這個學校裏面 講究什麼 三次廣東話 就會被人罰抄書 屌你這些不是政治特權 是甚麼東西 你不是用外來的政治權力 改造香港文化和社會 是甚麼東西 那你這些不屌是殖民 你這些還是疑民 你還是為香港作出貢獻 不屌是吧 是不是 馮激 所以我說屌你老媽 杜振鴻是終極仆家屬 首先你把兩個概念混亂 屌你把現在的新移民 那些假移民 真直民 就當跟以前下來開山劈石 那些真正的移民 就相提平 此其一 此其二 屌你老媽 梁天琦 現在屌你老媽 無論他這個重申 怎樣都好 他是要坐六年 他一定是要坐六年 馮敬恩 搞完一大輪之後 又被蘋果日報 屌你老美狗仔隊追訪他拍拖 又由早到晚給中國人洗版 亦都是付出了 亦都是240小時服務令 好幸運 不用坐牢 屌他 他兩人付出了這麼多的香港 你還在那裡挖揍他 屌仔 混蛋 你還在那裡挖揍他 他佔用了香港的醫療資源 搶走了香港的最高學院的學位 就是你這樣說話 你什麼叫搶走什麼叫佔用 屌你老美就是大陸那些 下來香港讀書 讀完書就跑回去 回到中國 或者去外國做跳板 讀完書就對香港人來貢獻 跑回去 現在多了一些 會延長逗留 其實拿到居港權 或者是現場那些人住屋 或者是屌你老美的那些人 下來看完病 就跑回去 很多的 早年那些雙非那些 看完病不能走 就跑回去 是不是 或者剛剛下來 根本一輩子 在香港沒有做過任何事 OK 沒有為香港貢獻任何事 一拿到單程證 就下來說洗臣了 看病了 屌你這班人是傻人 是不是 只是下來拿著手去懶惰人 你一來六尾 你一個要坐六輪 一個就整個生活 已經被人打亂了 貢獻了很多人 你跟他們相提並論 你沒有懶惰事啊 杜振豪 就是你要人格 是不是這麼懶惰低賤呢 你這麼多水不能抽 你是要抽過坐六年 為什麼這班死左膠 屌你六尾四材 所以都是那個人 就是泛民不死 就講難不止 而左膠不除 就萬事不輕 這個很認真 這班人是何其無恥的 那就是說回頭 這個殖民上的政治動機 你可以說我夠説 你喜歡夠説就夠説 你說移民啊 你怎麼證實人家是想殖民啊 你怎麼證實人家中共是想殖民啊 人家的家庭權罪 你不要説別人的殖民 是吧 那你有什麼證據呢 證據是好多的 是你們這班死左膠 搞駝尿看不到而已 就不要說得遠啦 你們經常說要建設民主中國 那根本就要看看中國 是吧 西藏 不斷逼人通婚 維吾爾就最慘了 同一個故事 我在這個台語講二百次了 就是我在台灣認識了一個維吾爾人 那他走來跟我說 他說很多維吾爾男人 的夢想呢 就是娶回一個維吾爾女子 他的原句就是想娶回族人 他不是維吾爾女子 他說我們很多人只想娶回族人 建立一個我們維吾爾族的家庭 就是傳計我們的血物 這就是原句 但是很多時候現在就是被迫通婚 早半年你看到的啦 網上有個維吾爾新娘 哭著出嫁嘛 就是被迫通婚嘛 政治上的 金錢上的 很多的威逼理由 就是硬硬跟維吾爾人通婚 那你搞到尿你了 就是尿你新疆幾代之後 就沒有純正新疆人了 那這些就是殖民 這些就是洗走你的血統 蒙古 其實你有沒有看過蒙古的地圖 內蒙古 他們其實如果 以蒙古他們來說 應該是北和南蒙古 但你看看內蒙古自治區 各位觀眾可以打開地圖看看 我忘記準備張照片 內蒙古的自治區 你看看地圖 然後你再看看蒙古人的人口風暴 內蒙古自治區 其實是跨了很多 沒有蒙古人 或者非常少蒙古人的地區 你想想到為什麼 他就是因為 他要跨那些 跟內蒙古 其實是跟蒙古人 沒有關係的地區 的漢人進去 然後又是 你老是通婚 blablabla 然後大家說 大家都是內蒙古自治區 然後漢人又遷了遷進去 用這樣的方式 是去將內蒙古自治區的人口 越溝越多華人 越溝越多華人 現在呢 我沒有記錯 內蒙古自治區裡面 的蒙古人的比例 我記得是剩下十幾% 我沒有記錯 然後好像七成左右是漢人 稍後半場休息 我看一看Wiki 不好意思 我之前是看不知什麼 國家訊息什麼 Wiki查得快一點 我半場看一看 即是你蒙古啊 現在只剩下十幾% 蒙古人 那這些殖民地區 你老是千真萬確的事例 不要說什麼國家不同 時勢不同 不能夠相比型 現在就是 exactly是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2019年 同一個國家 你喜歡民主中國連維一體 香港中國連維一體 同一個國家 西藏 西藏 蒙古 新疆 不就是直一民 你們不願意去面對這個事實 你現在說這些太遠了 西藏真的關我的事嗎 不是 民主中國 香港中國連維一體 雖千萬里逆一體 是不是 物吳紅包文吳語也 你怎能夠 說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和香港遠呢 現在 叫你港珠 澳 高鐵 通車 全個中國與香港 以為一體 你這些思想就是反動 就分離主義 是不是 你怎能夠說香港和中國遠呢 你這些思想要再教育 最好就是混你進維吾爾再教育營 是不是你講遠一點 不要說中國 說俄羅斯 俄羅斯或者蘇聯 一個車臣一個克里米亞 當年車臣就是被人安住的罪名 就是通德 就是串通納去德國 然後就是對抗蘇聯革命 於是在戰後 史達林 就是將車臣的民族 差不多整個 扔了中亞 車臣就是在高加索地區 他的國家和民族 然後差不多將整個民族 剷掉中亞 就拿掉了別人的地 這個就是中國所謂的人滾地流 就是車臣人就滾到中亞 在北無之地 但是你車臣那塊地 我們蘇聯就要 另一個例子就是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這麼多年 蘇聯是非常鼓勵通分的 蘇聯的整體國策 整體民族國策就是鼓勵通分 鼓勵遷入 鼓勵不同民族之間留息 最終就是 他就是要俄羅斯人 就是所謂混一混 如果你是一滴橙汁 混一杯西瓜汁 能喝到橙汁嗎 就是這樣 就是一滴車臣 一滴克里米亞 混一杯西瓜汁 所以整個蘇聯的國策 就是不斷鼓勵民族遷徊 所謂民族遷徊 所謂融入其實就是殖民 其實就是將民族清洗 將你那些僅有的人口 周圍遷徊之後 你已經沒有了你的民族 再過多幾代之後 克里米亞 早幾年為公投 正正就是當年蘇聯不斷把俄羅斯人遷入的結果 就是蘇聯不斷把俄羅斯人遷入烏克蘭底下 這個克里米亞的地區 搞呀搞呀 你當地 你真的搞公投的時候 那你全部都是俄羅斯人 你公投 你懶惰了克里米亞人嗎 懶惰了烏克蘭人嗎 所以延伸開去香港就是這樣而已 你這樣搞十年之後投票 現在已經是了 很多人已經是投建制了 你不肯承認這個事實而已 蛇話新移民可以爭取過來 神經病 這麼容易 中國人這麼容易改 屌你老美老順當年成功了 胡適當年成功了 胡適老順 屌你老美前目當年也做不到的事 屌你老美靠你那幫廢柴 造假 你那幫廢柴做到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這件事 所以就是 古來帝國通婚殖民 遷循之術 歷史上血淋淋的史證 是你那幫傻子吊不肯提 中長時間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回來 第二節繼續說 究竟這個 假移民真正民是怎樣害了香港 好